今天的话来拆个快递 然后这个机子是本次在平栏上购买的二手机 然后已经更换过电池 然后充电的话有异常发热 然后发过来重新换一个圆排的超融电池 像苹果插一下 换了第三方电池是看不到电池效率 放上去了 这块电池是一个圆排超融的 大家换电池一定要换圆排的 不然异常发热的话 用起来会很难受的 现在的话 开始拆机 然后把里面的电池拿下 换上新的圆排电池 现在记得上的是一个新的品牌电池 虽然这电池是新的 但是没什么用啊 因为它排线不是圆的 像苹果的话说 所有用的第三方的品牌电池 然后那绑的排线的话 它用起来的话会特别难受 就是你快充的话 机子会特别烫 像手机要坏掉一样 所以说要好用的话 还是要用圆排的 像大家苹果手机换过第三方电池之后 然后第二电池做的基本都被撑大了 就需要重新调下 把它重新弄好 不然接触不好的话 会导致重启的 所以大家一开始就直接换圆排就可以了 不要来回这的 会比较麻烦的 像这边换电池的话 是会清理干净 然后重新贴胶 这样子重新贴胶 就不会进回那些 谢谢大家的朋友 这边还有是有 bunch的 有红带的 有红带给你们说 我就有红带的 是有红带的 就是过后再做一件事情 我来到红带的 的有红带和敦的 就是了这边的 有红带还希望 现在的话电子就换好了 然后像换原排电子的话是正常支持快充 如果说换第十万平台电子就最多只支持十瓦充电